性谎言和录像带是一部具有情欲味道又含有哲理的电影 影片的开始女主安在看心理医生 她向心理医生倾诉着自己不喜欢做家庭主妇 而且跟丈夫约翰的性生活不太和谐 而此时的约翰正在和另一个女孩通电话并相约见面 约翰来到了女孩家 而这个女孩正是安的妹妹辛迪亚 也就是自己的小姨子 两人翻云覆雨之后 约翰赶回家迎接了一个九年未见的老同学格伦 共进晚餐时 约翰请安帮助格伦寻找住处 安应声答应了 这时格伦开始好奇地询问起 约翰夫妻以及小姨子辛迪亚之间相处的关系 约翰则问起格伦的前女友伊丽莎白的状况 结果两人在尴尬的沉默与微笑中结束了谈话 第二天 约翰趁着安和格伦出去找房子的机会 把辛迪亚叫到家里来 原来他让安陪格伦找房子的目的 就是为了支走他俩 来为自己的偷情提供机会 格伦在如愿租到房子后 请安一起在咖啡馆里喝点东西 期间两人互相交流着各自的恋爱心得 格伦流露出对小安的爱意 晚上 安偷偷来看睡在沙发上的格伦 原来安对格伦也心生好感 在后来的了解中 安得知格伦喜欢为女人录制有关性方面的录像 并称此时为了调查研究 安在与妹妹辛迪亚的交谈中 透露出格伦的这个癖好 辛迪亚对格伦感到好奇 兴趣浓厚的他便去拜访格伦 他也想试试 在录的过程中 他还说出了自己与约翰偷情的事实 录完向后的辛迪亚信誉高涨 又找到了约翰解决生理需求 慢慢的 安开始怀疑丈夫约翰对自己不忠 更是怀疑约翰可能与自己的妹妹有一腿 约翰则巧言辩解了 一次安在打扫房间时 无意间发现了辛迪亚之前丢失的珍珠耳环 安的猜测也终得落实 心灰意冷的安来到了格伦的家里 倾诉着丈夫出轨妹妹的事实 并且要求格伦也给自己录一段性爱录像 接着回到家后的安要求离婚 并把自己和格伦上传录像的事情告诉了约翰 这时候约翰怒火中烧 一气之下开车来到了格伦家里 暴打了格伦之后 索性看起了妻子的录像蛋 录像里 格伦和安互相表达各自对性行为的看法 约翰看完录像后 对格伦说 自己在他和伊丽莎白还没分手的时候 就已经和伊丽莎白在一起了 而那时格伦还认为是他的性格造成了两人的分手 没想到伊丽莎白本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格伦大梦初醒般的回到房间 掰碎了所有的录像 安和约翰离了婚 同时安和格伦生活在了一起 梦总有醒来时 谎言也总有被揭穿的时刻 真相大白后是解脱 是崩溃 还是坠入深渊呢 我们所祈求的 也不过是那个永远不愿移开的爱的眼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